丈夫正在医院抢救 妻子却早早准备好了兽医 眼前这个奄奄一息的男子叫刘晓明 今年52岁的他在不久前突发脑淤血住院 此时生命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 作为刘晓明最亲近的人 妻子李绍红却在这个时候强行停止了治疗 这一举动让刘晓明的兄弟姐妹难以接受 因为在他们看来 现在的刘晓明应该是待在手术室里抢救 而不是躺在病房里等死 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 李绍红背着他们签下了放弃治疗的协议书 言下之意便是不想救治刘晓明了 那么作为妻子的李绍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此时记者的第一想法就是经济条件不行 可随后刘家兄妹的一番话推翻了记者的想法 他家有钱我妈给他他了 原来刘晓明家里条件很好 看病治疗对于他们家而言根本不足挂齿 并且在兄妹几人的印象里 刘晓明还曾买过一份高额的保险 只要离世便能获得一百万的赔偿 加上名下价值几百万的股票 这一切的一切 只要等刘晓明离世就都能落入李绍红的手里 所以在刘家兄妹看来 李绍红的做法就是为了涂裁害命 而当几人来到刘晓明所在的病房时 更是让刘家兄妹气愤不已 因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除了病危的刘晓明外 身边还摆放了一套早已买好的兽衣 似乎随时等待着刘晓明的离世 对于这番场景 一旁的医生也表示无可奈何 毕竟李绍红和他的儿子 作为刘晓明的监护人已经明确放弃了治疗 即便是刘晓明的兄弟姐妹 也没有全力插手这件事 眼看刘晓明的生命体征越发衰弱 刘家兄妹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急躁 因为每耽误一秒 也就代表着救治刘晓明的希望越低 可现在李绍红为了躲避刘家兄妹的纠缠 早已经躲得无影无踪 那么此时的她到底在哪呢 丈夫正在医院抢救 妻子却偷偷签字放弃治疗 还早早买好了兽衣 经过几番寻找后 刘家兄妹终于联系上了李绍红 可当谈起刘晓明的事情时 李绍红的语气突然变得哽咽了起来 似乎里面还有着其他隐情 原来自从刘晓明生病以来 作为医生的李绍红整天陪伴在丈夫身边 短时间里瘦了三十多斤 作为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两个人 感情尤为深厚 如果有半点希望李绍红都不可能放弃 但是就在前一天的下午 她接到刘晓明的主治医师发来的信息 刘晓明已经被确定为脑死亡 现在的她完全是依靠着呼吸机在维持生命 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可能了 那一刻对于李绍红而言无一于是天塌了 可现实就是如此 她只能忍痛做出了放弃治疗的决定 而对于刘家兄妹所说的保险仪式 并非是医疗保险 而是意外险 刘晓明遇到的情况根本不在赔偿范围内 谈到这里时李绍红的情绪突然崩溃 整个人贪坐在椅子气不成声 长时间的压力早已经让她精疲力尽 一旁的儿子这时开了口 同样作为一名医学生的 她非常理解母亲做的决定 放弃治疗意味着什么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是脑死亡在本质上已经和死亡没有区别 继续坚持没有任何意义 而作为刘晓明身边最为亲近的人 她也理解母亲李绍红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艰难 可是他们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刘家兄妹的认可 作为你是个医生 你这个几年到的都没有 自己的老公都不救 在他们看来 刘晓明现在还有生命体征就代表还活着 未来还有救治的希望 即便是自己花钱也要让刘晓明继续活下去 前提是要李绍红收回放弃治疗的决定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记者带着刘家兄妹一行人找到了刘晓明的主治医师 从他的口中可以得知 刘晓明由于脑淤血的情况十分严重 术后病情迅速恶化 现在已经被判定为了脑死亡 在医学范畴上确实没有了救治的意义 现在的刘晓明单纯是依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 以后是不会有再次清醒的可能了 这番话让刘家兄妹悲痛不已 他们不愿接受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被抛弃 可冰冷的事实又在不断地提醒着他们 刘晓明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 兄妹几人围在刘晓明的病床前哭喊着 希望能再次唤醒这个已经彻底失去意识的亲人 可刘晓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答了 最终在一行人的注视下 刘晓明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而李绍红与刘家兄妹的争执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他们只是在理性与感性中做出了自己认为最正确的决定 如果这件事摆在你的面前 你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感谢观看